好了主播从画面中可以看到当时正在下着雨 有一名女子整个人被压在黑色轿车底下 动弹不得卡住了 附近民众赶紧前来帮忙 要想办法把轿车抬起来帮助女子脱困 最后是有民众开堆高机来把车辆抬起来 事情发生在屏东县严浦乡12号下午5点多 当时天空正在飘雨 有一辆黑色轿车与机车发生碰撞 结果女骑士倒地卡在轿车的底盘 动弹不得 附近民众见状都赶紧想办法要帮忙 最后是由附近工厂的员工驾驶堆高机 协助将伤者救出 现场包括一宵附近工厂员工等人 有约十多人在帮忙 女骑士全身擦瘦伤意识清楚 随后由救护车送往一大医院治疗 据了解双方九侧值都是零 详细的肇事原因还有待警方进一步理清 以上是来自屏东的消息 先将镜头交还给棚内 我是陈居根 从踩在风灾的摊坊断桥 到卫星云图背后的天气预报 棚内棚外的采访播报经验 持续冲击火花 督促我报道真相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哦